挑战的开端 张泰山首次当教练 牺手U18代表队挑战世界杯 高温烈日下 丽萍荣耀 今年玉山杯青榜赛刚结束 新北市在墙头人心节 七局五十分带领下 七比零提前七局击败高雄市 完成玉山杯三连霸的挑战 也拿下U18世界杯组训权 很兴奋 很满意 非常地满意 三连霸不断挑战 新北古堡联赛亚能夺冠后 今年挑战三连霸成功 U18世界杯青榜赛 9月初将在加拿大展开 总教练由周宗志担刚 并邀请旅日棒球选手张泰山 担任打击客座教练 培训队24人名单出炉 抢头零星节高中生涯 在台中最后一战表现亮眼 也将加入U18培训队 U18上次高中做一个比赛 希望可以拿冠军 希望能够结合我们全国最优秀的学手 然后代表国家去争取最好的成绩 今年玉山杯比赛激烈 年轻球员实力不容小气 国家队客座打击教练赵泰山 亲自球场观战 对于扶植基层棒球不以余力 曾随着马自达巡回讲座 到台湾十所高中分享经验 其中黑马队伍加以东时高中 长期经费不足缺乏资源 在教练与球员的努力下 败部复活 首度挺进四强 未能拿下继军 虽败有容 我现在什么事情都是一个挑战 那这也是第一次担任U18的打击教练 我希望说把这次做好 所以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比如说打击在这方面 可能他们在策略方面需要一些改变 还有最重要的是跑连方面真的是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 所以这两方面如果可以改进的话 我相信中华队这一次会有不错的成绩 天涛新闻 勇者无畏挑战开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